大家好,我是刘学 今天咱们给各位带来的是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历史演绎小说的典范之作 三国演绎 说四大名著啊 我估计是个中国人就知道 《红楼水浒三国西游》 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水平 但其实这四部小说呢 风格迥异,各有各的特色 比如说吧 水浒讲的是江湖好汉 西游说的是妖鬼神佛 《红楼》唱的是才子佳人 那么今天咱们的主角三国演绎又是什么呢 不用我多说 你听这名字自然就能知道一二了 一是金戈铁马 什么关渡之战呢 赤壁之战呢 怡陵之战呢 等等等等 历史上著名战役 一是英雄辈出啊 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孙权、吕布、赵云、诸葛亮等等 民间呢还给三国的武力职排了个顺口溜 排了个排行榜 叫一吕二赵三点 威亚四官五马六张飞 哎等等等等吧 这些都是家喻户晓的 滚滚长江东市水 浪花淘尽英雄啊 一部三国那真是群星璀璨英雄辈出 宛如过江之际 知读的人 积节赞叹 万丈豪情啊 而这些英雄 又大多都是历史上 确有其人的 这就说到了 三国在四大名著当中最大的特色 他取材于真实历史人物 和历史世界 以演绎历史为主 想象虚构为父 这也就是说 甭管这三国演绎这部小说的作者如何演绎 其中的人物结局 情节走向 在一千年以前就注定好了的 作者想改是改不了的 这就跟别的不一样啊 你看那西游记 本来就是靠想象丰富出名的 妖魔鬼怪你见过吗 我估计没几个人见过 都是作者在那随便发挥的 那水浒传的红楼梦啊 自由创作的空间也非常广阔 唯有三国 那是被牢牢限制在真实的历史框架当中的 打个比方说 就算罗冠中特别喜欢诸葛亮 把诸葛亮写的呀 跟神仙似的 就差腾云驾雾了 可是到头来 五丈元 诸葛亮该死 还得死 该怎么死 还得怎么死 这就麻烦了 各位 写小说一点都不难 您自个儿也能写 尤其现在 很多人都是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 提笔就能写小说 打开电脑就能写小说 你看现在网上各种穿越小说 根本都不符合事实 有的穿越回抗战年代 把现在的现代化武器都带回去 打的日本鬼子 屁股尿流的 这叫啥呢 这叫歪歪小说 有的穿越回宋朝 当王爷去了 穿越回清朝 当皇上去了 等等等等 架空小说 可是罗冠中不一样啊 他不能像穿越小说一样 有未卜先知之功能 也不能像架空历史小说一样 生生的造出一个年代来 他只能在一个框架里面写小说 在一个真实的史实里面编故事 难还是半难呢 写一部好的小说 这就难上加难 而要写一部好的历史小说 更是难如上青天 我多少能体会到 一点点这个难度 我是新闻记者出身的 很多人呢 管新闻记者叫 带着镣铐跳舞 或者在针尖上跳舞 既要小心又要优美 罗冠中就是这样的大神啊 你想想 稍微比一滑 两边要受甲板气的呀 你想 历史的生命是什么 是真实啊 小说的生命是什么 是虚构啊 那么历史要真实 小说得虚构 历史小说 他该怎么办呢 往实里写 读者就说了 不好看的 不精彩啊 你要写史实 我看你干嘛 我看三国志去 那咱往虚里写吧 人家搞历史的 又得跳出来找茬 你胡说八道啊 曹操怎么可能这么说话呀 你一点历史常识没有啊 你篡改历史 你没文化呀 你篡改历史 这就是不尊重我泱泱滑下五千年历史啊 其心可诛 然而 能够成功的调和真实与虚构 还写的精彩分成 这三国演绎 堪称典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三国演绎的第一个原因 因为它不仅是中国历史演绎小说的开山之作 更是后世难以企及的典范和封碑呀 那三国演绎第二个值得咱们读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是他的战争计谋描写的非常成功 这也是数百年来不断吸引读者的原因之一啊 三国里描写的战争 时间之长 次数之多 形式之多样 放在世界文学史上都罕见了 可能有些人会说了 战争吗 不就是你打我我打你打来打去吗 你赢我输 成王败寇 你能写出什么花样呢 可是三国演绎 偏偏就写出了花来 三国整部书统计起来 一共写了四十余次战役上百个打斗场面 不仅囊括了整个三国时期的重要战争 而且很少雷同 或江上水战 或路上车战 或白日围城 或夜半突袭 有时是正面对阵 有时是潜伏游击 火烧水烟马战地道 乃至徒手搏斗制敌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作者写不到的 就问你牛不牛 这么一来 三国演绎成书以来 数百年间 读三国就读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好多人把三国演绎当成兵书来看 当成谋略书来研究 还活学活用 你看我小的时候就看过一本书 那真是兵书 叫说三国话全谋 把三国演义里描写的精彩战役 和后来二战时期的经典战力做比较 各位你真别笑 真的 这其中还包括了努尔哈赤啊 李自成啊 张献忠这样的大牌啊 据说日本战国时期 有不少人是捧着三国演义在指挥打仗啊 你别说过去就是现在 好多那个企业家呀都读三国 说读三国呀 能有助于指导他们做生意 商场如战场嘛 各位想想 三国演义里边那些著名的战斗场面 是不是您掰着手指头都数不过来的 什么温九斩滑熊啊 三鹰战旅步啊 当阳长板坡啊 火烧赤壁啊 都成了众口传颂的经典桥段了 在这里 战争的血腥和残忍被大幅度洗去 一个又一个出其至盛的计谋 让人津津乐道 一次又一次的英雄气概 让人赞叹不止啊 说到这儿 咱又得引出三国演义值得读的第三个原因 三国嘛 咱得给他三个原因呢 那就是小说里边精彩的人物塑造和英雄描写 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啊 他本来就是英才辈出的年代 而经过罗冠中的艺术加工呢 书中每个重要人物 那都是个性鲜明 血肉丰满 董卓的残忍毒辣 曹操的雄豪奸诈 关羽的忠义勇 刘备的人后爱民 孔明神机妙算 周瑜年少气盛 司马懿 老奸巨华 等等等等 每一个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如说吧 曹操 这个书中天字一号的尖凶 作者对他的塑造 那就是极其复杂和深刻的 一方面他逼林军上铲除一己 多疑成性 残忍世杀 那句话咱们都记得呀 宁叫我赴天下人 莫叫天下人赴我 每每读到这里啊 很多人只恨得牙根痒痒啊 可另一方面呢 他有李贤下事谋略过人 董卓作乱之时 满朝功卿痛哭流涕 为他扶掌而笑 然后 至身行刺董卓 关于过五官斩六将 一六烟走人 咱们这位丞相 非但不强留 承其心愿 还赐黄金锦袍 就这份情意 就这等胸怀 试问天下何人能居其忧啊 在罗冠中的笔下 三国那是一个英雄辈出 龙腾虎月群星闪耀 最好的大时代 但同时 那也是一个纷争叠起 民不聊生的乱时代 借用英国一位作家的那句话 叫那是最坏的时代 也是最好的时代啊 大江东去 洪流滚滚 数不清的英雄人物 在这里闪耀又陨落 说不完的传奇故事 在这里上演又谢幕 三国演绎的开篇词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何久必分 一句话 十二个字 道不尽的朝代兴亡 风云变换 一部三国 洋洋洒洒 六七十万字 可以说 都在为这十二个字 做主角啊 如果有人要问你 三国演绎讲了什么 你大可告诉他 三国所讲的 正是这样一幅 何久必分 分久必合的 历史兴亡长卷 翻开一本三国 从第一回 刘关璋 桃源三结义 到第七十三回 玄德禁卫 汉中王 在我看来 这是小说的 第一部分内容 主要讲述了 汉家天下 如何由统一 奏向三分 这故事开头啊 正是东汉末年 汉陵帝昏庸无能 宦官专权 民不聊生 聚禄人 张氏三兄弟 张角张良张宝 组织太平道起义 史称黄金起义 这黄金军呢 声势浩大 席卷天下 官兵是根本打不住他 于是朝廷发诏书 号召天下英雄 凭贼立功 这么一来 就引出豪杰无数啊 刘备 关羽 张飞 三人因此结缘 桃源结义之后 一起奔赴前线 准备投身 报效国家 另外一边呢 曹操 公孙瓒 董卓 孙坚 等等军阀 也纷纷响应号召 准备起兵平乱 劝机 也唠唠政治资本 在各路大军的夹击日下 黄金起义 很快被踏平 可是这局面 并没有因为踏平 黄金起义而平稳 反而 却如同开了 闸的洪水一般 叫一发不可收拾 首先就是那帮宦官呢 有人说过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啊 宦官一专权 天下就要乱 这时候 以石长氏为首的宦官 横征暴敛 霍乱朝纲 大将军何进和石长氏 彼此争斗 最终这场乱局 是以军阀董卓救驾有功 一举得势 而收场的 然而真正的混乱 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啊 董卓这人 那是个坏了透的糟了头子 此人生性凶残 道行逆施 擅自费力皇帝 又杀害公卿大臣 纵容手下军队 烧杀劫掠 京城那是一片生灵涂炭 天也怒 人也怨 终于引来十八路诸侯 举兵翻董卓 一交手 董卓就丢了洛阳 挟持天子 汉县帝退回老朝长安 以求自保 司徒王允准备除掉董卓 怎么办呢 让他一女 也是赫赫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 使用美人计 这便引出了吕布 董卓反目成仇 董卓命丧吕布几下 除掉董卓这大恶人 是不是可以恢复从前的岁月静豪呢 谁料想啊 大军发董卓死后 天下再次打乱 那大贼寇一死 千万个小贼寇就拔地而起了 这其中 曹操独具慧眼 从山东起兵 将踢来踢去没人要的汉县帝 赢到许昌 开启了他的 邪天子 以令诸侯的光辉生涯 随后 曹操杀吕布 灭元树 拜元绍 香张秀 平定各路豪强 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霸主 那位说怎么叫北方 有北方就得有南方啊 这时候 在南方的舞台上 孙奸之子 小霸王孙策 借元树五千人马 仅用一年的时间 便攻拔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啊 于是以少年之力 称霸江东 成为未来孙吴的基础啊 可惜这位小霸王叫天不假年啊 年仅二十六岁 假鹤西归 孙策死后啊 他的弟弟孙权 胸中地极 在周瑜 鲁肃 张昭等人的扶持下 把这江南 算是治理的井井有条 听到这儿 可能各位就要问了 有人霸北地 有人占江东 不三国吗 咱们那刘皇叔哪儿去了 刘备呢 这要说起来啊 就是一把心酸史啊 这孙曹刘三家里边 刘备命运最多船 路途最坎坷 这刘备啊 本是西汉中山静王刘胜之后 按说呢 咱们也算是个皇亲国戚啊 只可惜家道中落 到他这辈儿 就是个平头老百姓 只不过 有这个中山静王的血统 估计也就是自个儿知道 别说朝廷 他们家邻居 都不拿他当皇亲国戚 别说地盘兵马一样没有 他就自己那日子 还得靠知习范吕来养家糊口 啥叫知习范吕啊 知草席子 卖草鞋 来勉强度日 那现如今他唯一的资本 就是这身血统 要是不嫌麻烦 一代代往上数 往上倒 他还真是当朝天子 汉县帝的叔叔 当然咱得说清楚 这个叔是唐叔 因此也有人称刘备 叫刘皇叔 但是刘备这个皇叔啊 这头钱不咋值钱 为啥呀 因为汉史宗亲 后代太多了 皇叔何止成百上千呢 再加上汉县帝 又被曹操握在手里 发挥不了啥作用 所以刘备到头来 既不如曹操 是历代官宦家庭 也不如袁绍 四世三宫 门声故隶变天下 甚至都不如孙策 人家老爹起码还是一方诸侯 所以刘备到头来 只有八个字 叫一无所有 白手起家 乱世创业不容易啊 刘关章三人结义 本想匡富汉室图谋大业 可是耐不住 叫时运不计 命运多舛 这哥仨 只能先颠沛流离着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刘备充分展示了一把 什么叫命中自带扫把星啊 啥意思呢 有人说呀 这公司开张啊 喜欢请这个镇宅之宝啊 请吉祥物什么的 这刘备如果搁着今天 有一个大作用 就是把它摆到你对手公司去 没几条 你对手公司准倒 不信你听我跟你说说啊 什么刘辉公孙赞的 袁绍我刘表啊 刘备跟了谁 谁就要game on war 东奔西跑十类年呢 刘备还是个寄人篱下 寸土没有的穷光蛋 你再看那边 曹操孙权 那都是坐拥一方啊 刘备还是一事无成呢 这一会儿又蹉跎了几年 好在啊 上仓终于开恩 给他送了一大袋 一大牌 命中贵人 卧龙先生 诸葛孔明 各位啊 你别看咱这皇叔打仗不行 可是千许好学 李贤下士啊 而且还练就了奥斯卡影帝一般的各项必备技能 尤其哭戏 那是最棒的 那眼泪就跟口袋里揣着似的 说来就来啊 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时候 人诸葛亮啊 不答应 你不答应我就哭 哭的那叫泪沾袍袖 一斤尽尸啊 各位 我儿子三岁都没这么哭过啊 一斤尽尸 那是什么眼泪流量啊 哈家伙 包院肯定是不行了 还说了句 先生不出 如苍生河 哎 我先哭 让你心软 然后呢 再给你戴一顶高帽子 您要是不答应 那得嘞 我把你架到那个高位上下不来 您想不答应都不行 因为你不答应 对不起 天下百姓啊 你说这下 诸葛亮还有什么办法 只好答应出山 就这样 刘皇叔得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事业搭档 一飞冲天 开始进入了事业上升期 而就在这个时候 曹丞相也不再满足于北边那半壁江山 他想的是一统天下 矛头直指江南 想先吞并荆州 再灭了孙吾 这可就危险了 一旦曹操吞并了孙吾 就等于统治了大半壁的江山 到那时候 实力一对比 您刘备啊 也别指望什么宏图大业了 直接跪倒称臣就得了 而且啊 这还有个规矩 投降数一半 你要是顽抗到底 保不起 刘备自个身家性命难保 所以为了对抗曹操大军 诸葛亮作为外交大使 前往江东 与孙权结盟 后经赤壁这场三国里 最关键 最精彩的一战 什么草船借鉴呢 什么孔明借东风啊 什么火烧连环战船呢 等等 都来自这儿啊 孙刘连军一少胜多 打得曹操落花流水 不敢再轻易窥视江南 赤壁之战标志着天下三分 亦是大势所需 而刘备呢 借着这个机会 夺取荆州这一根据地 随后进军西川 驱逐刘丈 又在汉中打败曹操 终于扬眉吐气 有了立足之本啊 在前面咱们说的第七十三回 刘备自称汉中王 标志着魏蜀武三国鼎立之势 正式形成 说到这里啊 一本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 就进展到小说的七十三回 七十三回以后 则是讲述这三国势力如何走向衰败 最终被吸进重新统一的过程 在政治的世界里啊 有一句经典名言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啊 这句话用在尔虞我诈的三国 那是再合适不过呀 在奠定三国之势的赤壁之战之后 孙刘连军瓦解 又因争夺荆州这块药地 闹得脸红脖子粗 曹操这时候啊 就趁机和孙吴修好 联手孙权对付刘备 把昔日的敌人化为朋友 于是就有了吕蒙薄一渡江 夺下荆州 关羽败走脉城 被孙权斩首啊 其后 痛失结拜手足的刘备 不顾诸葛亮劝阻 执意报仇 及蜀汉全国之兵力 攻打孙权 结果在仪陵被陆逊 火烧连营 惨败而归 最终病死博帝城 临终之前 刘备将包括扶不起的 恶斗在内的一堆烂摊子 通通扔给了诸葛亮 他就撒手人寰啊 而接下来 诸葛亮的人生 就完全为了脱孤之情而活了 为此 咱们这位诸葛丞相可真是担惊截律啊 各位我记得有那么两句诗就夸诸葛亮的 叫三顾贫贫天下祭 两朝开祭老臣心啊 七秦孟祸 稳定后方 六出骑山 兴兵乏位 欲帮刘备完成 匡复汉氏之遗愿 可是啊 忠因操劳过渡 兴云五丈远 这失去主心骨的属汉呢 就犹如拔了牙的老虎 失了翅膀的飞鸟 只剩下昏君奸臣 祸乱朝纲 东吴那边呢 在为多年的孙权病死之后 也是内乱不止 江河日下 属吴两国摇摇欲坠 再回到北方 曹操死后 其子曹丕继位 费汉改位取而代之 可是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很快就遭到报应了 曹丕死后几经传位 传至年幼的曹芳 司马懿作为托古大臣 执掌大权 谁料 所托非人呢 各位啊 前不久 热播的一电视剧 叫打军师里边 有那么句话吧 历史上曹操点评司马懿 也有那么句话吗 叫 英斥狼固 不可负以兵权 酒 必为国家大祸 就是这司马懿眼睛啊 像鹰一样 看什么特别准 特别毒 往你肉里看 什么叫狼固 身子不动 只脑袋转 他能把脑袋转过去 这叫英式狼固 可是曹操万万没想到啊 他看人准的这条优良基因 没有传递给他的子孙后代 他的子孙后代 也早把他的话丢在脑后啊 司马懿独揽大权 逼领主上 无所不为 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司马昭 继承其父之权 先灭蜀汉 随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 改位为晋 再之后灭亡都奴 一统三国 至此近百年的战乱 画上了句点 所谓天下大势分九必和和九必分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 一副波澜壮阔 英雄辈出的兴亡长院 就这样到达尽头 多少年来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那些历史的云烟 远去的骨角 终被时光所淹没 但那些英雄豪情 奇谋壮志 那些曾为天下苍生流过的热尘鲜血 通过罗冠中的妙笔生花 一次次在我们的心中 又活了过来 书说至此啊 咱们合上这本书 想想 这部洋洋洒洒的历史兴亡长卷 这无数的英雄豪杰 咱们从中能学到什么呢 我琢磨着啊 有三点 第一 从三国群英身上 咱们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特点 叫志存高远 各位啊 刘备二十八岁 知习范吕 他看到朝廷招显榜文 便凯然长叹 其后一人历声说道 大丈夫不与国家处立 何故长叹 咱们皇叔回头一看 说这话的人正是当地的杀猪土虎张飞 当时啊 这俩人还是市井当中最普通的个体工商户 这刘备刘皇叔啊 连个体工商户估计都算不上 在广州这种人叫走鬼 走街串巷 做小满满的 可能这地位还不如张飞呢 可是就这样的两个人 脑袋里想的 不是钻影小利在乱世中如何苟且偷生 而是胸怀凌云之志 心系国家 又因这份不俗的志向 刘关张三个普通的小人物 一劫金兰 出生入死 哪怕其后徒劳无功 东奔西跑 十余仔 依旧不改初心 致力于干一番大事 一招风云际会 终扶摇之上 成就天下三分 无论是刘关张 还是曹操孙权 诸葛亮 赵云 这一个个就像东吴名将 太史词临终一言所说 大丈夫生于乱世 当代三尺剑 立不适之功 今之所未遂 奈何死乎 在光阴面前 我们都是朝生暮死的浮游楼椅 天是如此广阔 时空又是如此的辽远 人生不过是短短的弹指一挥间 我们总要试着为自己 为别人 为后事留下一点什么吧 至存高远 心怀大事 就是我们给予人生的一次机会 不枉在人世间走那么一遭啊 第二个 从三国群英身上 咱们还能看到 英雄不止身怀绝技 还肩负道义责任啊 这是罗冠中通过整部三国演义 想要传达的道理 他借由曹操和刘备这两大领导人物的对比 告诉我们 成功不是唯一的价值 为了人间正道 输了又何妨呢 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对正史最大的感谢 是尊留贬曹 但是刘备这一方 明明是历史败将 不是说成王败寇吗 怎么就被罗冠中偏爱呢 被作者塑造成人正爱民的典范呢 那是因为在书中相比于刘备 曹操所代表的曹魏一方 是专制暴政的代表啊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不计代价的去取得胜利 就算再奸诈 再阴狠的事 他们都下得去手 干得出来啊 曹操为替父报仇 到处屠成 为人不齿 显然在罗冠中看来 中义虽然输给了邪恶 善政败给了暴政 他们的价值没有泯灭啊 仁爱的刘备 从不使用下贱的手段 参与权力斗争 守住了骑马的道德底线呢 就算因此输给了奸邪 但仍然发出了伟大的光芒 为人们所记住啊 也因此 人民爱物的刘备 是比曹操更伟大的英雄啊 刘备的势力告诉我们 失败固然可叹 但是一些价值 诸如仁爱 礼仪 善良 不论成败 它是永恒的 是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坚守的 假如你为了坚守这些价值观 纵然输了天下 丢了大好江山 那又如何呢 而这也正是罗冠中和数百年来的读者致力于尊留贬槽的一大原因啊 因为美好的价值比赤裸裸的权力更值得人类敬仰 说到这儿啊 咱们就要说出一个独三国永远都绕不开的话题 这三国演义到底为什么要尊留贬槽 论政治业绩 人家曹操 那可是灭歌剧 郑乌环 统一整个北方 而刘备呢 诸葛亮加盟之前 他一直被人打得到处乱跑啊 后来好容易安顿下来了 也就窝在那西南山区 过过皇帝眼 地盘小势力弱 还生了个不争气的继承人叫刘厄斗啊 没几年就亡国了 你拿啥跟人曹了大比啊 再来比比人格魅力吧 是 很多人说曹操是奸诈 坏起来坏透了顶了 可以说是头顶声窗脚底流浓 可是人家作为北方 一把气场强大战斗力爆表啊 再说了 人家还有李贤下士的时候呢 人家还智勇双全 文采风流 携天子号令四方 夸他一句雄才伪劣 这不为过吧 再看看咱刘皇叔呢 除了桃园结义三顾茅庐 在美好人设这方面 似乎好像没啥突出表现了吧 你仔细一想 他就剩下了眼泪了 动不动就哭啊 丢成吃哭 兄弟死了哭 愧对百姓 还是呜呜哭 而且他怂起来是真怂啊 你就恨不得踹他两脚 替他把决定给做了 那你说 你这么比的话 这俩人是不是高下立判 那为什么三国演义 就跟曹操那么不对付 横挑脾子 竖挑眼 左骂残暴 又骂贼的 反而对刘备 大家吹捧 青睐有加 那到底是为啥 要我说 这里头大有文章 首先 咱们来说第一点 尊留义曹 跟三国演义的成书素材有关 大家知道 这三国演义是如何写成的吗 那是在世代累积基础上 杂彩正史记载和民间传说 再加上罗冠中的个人创作 综合写出来的 而且三国演义 其实啊 并不叫三国演义 这书名是现代人给他起的 人家真正的学名 叫三国志演义 顾名思义 这小说 就是对史书三国志的文学化演说家改写 所以呢 三国志是三国演义的亲爹亲妈 只是呢 这孩一旦长大了呀 他就有了自个儿的主意了 还真不一定啊 继承信奉他爹妈那一套 所以各位 咱在这里给各位说个小知识点 三国演义是三国演义 三国志是三国志 你要探讨正史 别捧着本三国演义 跟人较真儿 容易让人笑掉大牙 说句成语 别让人一笑大方啊 那么既然三国志是三国演义的亲爹妈 那是不是从三国志开始就贬低曹操 吹捧刘备呢 真不是 不仅不是 而且相反 各位啊 您要是翻开三国志 您就会发现 其实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人家是以曹魏为正统的 再说了 咱们知道 历史一般是胜利者 撰写前朝历史 自然呢 历史的逻辑 那就叫成王败寇 别说尊留一曹 在正统史家眼里 蜀汉呢 不过是大西南边角上的蛮夷之地 顶多我算你个打净牛的 专业陪跑的 您怎么好意思说您是正统啊 所以在三国志里边 根本就没有尊留一曹这回事 那么事情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 最先扭曲正统史书观点的 是东晋时期的一个人 这人呢叫习凿齿 名字呢比较罕见 习列习的习 凿呢是凿臂偷光那个凿 齿很简单 牙齿的齿 习凿齿 这人呢写了一部 汉晋春秋 他在书里边开始奉蜀汉为正统 你说东晋一写书的 你干嘛要扭曲一百多年前的历史真相 非得把这蜀汉搬上正统地位呢 理由很简单 人家堂堂四百年 汉氏姓刘啊 刘备也姓刘啊 那就叫同氏同宗 根正苗红 反倒是 你曹操姓什么 你算什么呀 在洗澡池的眼里啊 你就是个谋朝篡位的 罪焉遗丑 罪焉遗丑 各位 这骂人的四个字 堪称古今恶毒骂人词汇第一名啊 这不是我发明的 我也没这能耐 是一个叫陈林的大才子 骂曹操的 哎呀 曹操疯狂点赞哪 这骂的太有水平了 高啊 真高啊 你能讲出这么恶毒骂人的词 你漂亮 这大才啊 再后来呢 南北朝的刘宋时期 很多人都觉得 陈寿的三国志写的好是好 太简略 看着不过瘾 细节也不够 你净是干货 导致很多人读不大懂 怎么办呢 一个叫裴松之的学三代 就负责给三国志加了注士 你做注士 你就得尊重原注啊 原作者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得给人老老实实的解释清楚啊 你不能背逆原注的初衷啊 于是又把被洗澡池扭转的史官给掰回来了 仍然奉曹魏为证 但是呢 这位裴同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呢 居然偷偷的往注士里加了不少私货 塞了不少啊 曹操一伙的黑料 间接的影响了后人阅读三国志的观感 时间一晃 来到了北宋时期 北宋年间有个少年 他小时候干的一件出格的事啊 连现在的小朋友都知道 有的还要学呢 叫司马光 年轻时候杂钢的那个 长大之后 他编转了一部资质通鉴 这个了不得 这是一部影响力巨大的黄黄史著啊 到这里 还是尊奉曹魏为正统 但是在书里边呢 这司马光时不时的点赞一下刘皇叔的人品 同时也同情一下他时韵之不计 简单来说就是对刘皇叔理解之同情嘛 那么到了这里 曹操的正统地位依然是坚挺的 特别是资质通鉴 历史定性很明确 你刘皇叔再怎么道德高尚都不是真命天子 以资质通鉴在史学界的地位 这基本上算一锤定音 盖棺定论了 那么又是何人来扭转了这个乾坤呢 扭转乾坤的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 他写了一部史书 叫通鉴纲目 公然改资质通鉴的卫国纪念为蜀汉纪念 明确以蜀汉为尊 这是为啥 从三国到南宋 历史都走了多少个轮回了 王朝换了几家姓氏了 你朱熹这么干 到底是为啥呢 他呀 咱们都知道 是复兴儒家的大学者 以倡导忠孝仁爱礼义廉指为己任 在他这理念当中 道德传统比成败重要 于是他写书 授课 倾其一生之力 就是要变名分正刚常 啥意思呢 就是分辨咱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准则 什么是符合道德伦理规范的行为 谁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模范 所以啊 曹操这种不择手段 时不时的还违反仁爱礼义的这种奸雄 自然就成了历史的反面教材 唯有刘备这种三好模范生 那才是朱熹认为后人应该记得的 值得历史记上一笔的人物 到这里 关于三国志 史学大佬们的正统之争 也就基本告一段落了 又因为一个不可克服的物理条件 朱熹成了这场正宗之争的胜出者 那也说什么不可克服的物理条件呢 朱熹来得最晚 卡班那几位呢 没机会活过来跟他理论理论 跟他争辩争辩 跟他打口水仗 第二个呢 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 都以朱熹著作为考试大纲 相当于今天的中小学教科术 如此一来 他的史观就这么着一代代传遍中华大地 十日一久 蜀汉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啊 不过呢 罗冠中在创造三观演义的时候 参考的还不只是这些史学大佬们的争论 他还综合了历代积累的民间传说 戏剧杂取 说到这民间传说戏剧杂取啊 这些民间土特产 可不光是普罗大众的集体智慧 他还体现了一般老百姓的心声 你咱们看吧 这些大众文化作品 很容易就能发觉他们朴素的潜意识 什么忠孝仁爱礼仪廉耻 这哥那哥的老百姓可不懂 我也懒得去搞明白 他们就认准一点 谁对老百姓好 谁能让我过好日子 谁就是好人 谁是好人 我就支持谁 这么一来 在乱世里标榜心怀百姓的刘备 那自然就成了大好人了 自然就是实权实美的仁爱之君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文豪苏世有一本东坡志林 里边有这样一则记载 说家里有熊孩子的父母啊 每次被闹得烦心 就赶紧的给这孩子撒俩钱零花钱 去去去去 听书去 听书去 这说书人呢 给大伙讲三国的故事 孩子们一听 刘皇叔打了败仗了 急得直哭啊 一听曹操打败仗了 拍手叫好 喜不自胜 你看 连那会的小孩都这样 老百姓站哪边支持谁 这还用说吗 再说杂剧戏曲 刘存至今的大约有21种 从这些剧本来看 大半也都是以蜀汉人物为中心 拥戴刘备 贬是曹操 所以啊 咱们来总结以上各路情况 陈寿先生和朱熙夫子 一个尊位一个尊属 姑且一比一占平 那民间传说野史杂技呢 那可真是一边倒的倾向刘备啊 跟曹操那是不对付的 这一加码 场上的比分 一下就成了二比一 很明显 刘备胜 曹操书 这罗冠中 在采集三国故事素材的时候 他不可能不受这些史料影响 最终 他在书中选择 尊刘义曹 这也是在情理当中的事 那么是不是说 罗冠中是因为 遵从原始素材 历史上怎么记载曹操 他就怎么写曹操呢 说书人怎么夸刘备 他就怎么吹捧呢 当然不是 毕竟人家是一位优秀成功的小说家呀 他有自己的考量和判断 也有自己的天才想象 这才有了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 曹梦德和刘玄德呀 那到底怎么个深入人心呢 且听我慢慢道来 刚才啊 咱们给各位说到 三国演义艺术之所以要遵留贬曹 除了是综合各家意见的结果 还因为他考量了曹操和刘备 这哥俩的形势于为人 那问题来了 曹操究竟造了什么灭呀 叫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的 那刘备又是积了什么德 千百年来圈粉无数呢 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曹刘这两位同志的历史人物原型 咱先问问大家 历史上曹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各位 那可是对内消灭割据势力 对外降服乌环匈奴的一代枭雄啊 人家不在意捅了整个北方地区 那更是新修水利 新屯田 大幅度提升中原大地的GDP啊 毫不夸张的说 后来西进能够结束分裂局面统一天下 那都是曹操在前面打下的坚实基础啊 再说曹操个人的软实力 咱们这位曹丞相 不仅精通兵法 还尊贤西才 工作之余呢 就喜欢听听音乐呀 写写诗啊 文艺范十足啊 各位肯定都背过吧 什么观仓海呀 短歌行啊 龟随寿啊 信手拈来 文词斐然 你说厉害不厉害 就因为他写了两句 让一个酒一直流传到今天吗 何以解忧 唯诱度康吗 既然这样 那千百年来 为什么大家伙 要抱成团的 黑他 黑他 往死里黑他呢 因为曹操这人呢 虽然 虽然文韬武略 文治武功 但是他这道德有缺陷 人品有问题 也是实实在在的 格外突出 咱们不用找野史八卦 就拿严肃正经的正式 三国治理的记载来说话 翻开曹操的传记 也就是五帝本记 你就会发现 什么沙呀 土啊 鹿啊 诸如此类血腥字眼 那是连偏雷毒啊 比如说吧 曹操的父亲曹松 曾在狼牙这个地方避难 结果被陶谦手下一人杀害 曹操痛失父亲 誓与陶谦不共戴天 于是挥兵东下 替父报仇 你说这报仇就报仇吧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谁也不能说什么 可是曹操呢 他恨陶谦还不算 连陶谦辖区里 所有百姓一并都恨上 那真是 逮到一个地方 杀到一个地方 所过之处 血流成河 无数百姓遭殃 遍地冤魂呢 他这样滥杀无辜 毫无怜悯 敬畏之心 作为统治者 他能让老百姓 对他有丁点好感吗 再举一例子 还是来自三国治 汉县帝有位扶皇后 因为对曹操 跋扈专权心怀不满 不满跟谁说呢 跟老爹说吧 写了封信 给自己老爸吐吐槽 说这曹操啊 多么多么过分 怎么怎么不把皇帝 放在眼里 哎呀 我们夫妻俩都恨死他了 结果不好了 这封信竟然被曹操发现 这个老天 宫廷内外 立刻挂起一场血雨腥风啊 堂堂一国的皇后 当朝国母啊 连同整个福氏家族 以及福皇后所生的两位皇子 悉数被曹操斩杀 那真是刀刀斩尽 各个杀绝啊 就一封私人家书 就是这个闺女跟老爹诉诉苦 竟然牵连至数百人死 你说这曹操 是不是生性多疑 残暴无道 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 还有 三国志里边啊 记载了两个这样的小故事 一个是说呢 曹操有位很宠幸的爱鸡 有回啊 曹操想睡午觉 就叮嘱这妹子 说我啊 先小睡一会儿 等一下呢 你记得要叫起床哦 结果呢 这妹子心好 见丞相睡得这么香 哎呀 睡得太沉 可能丞相真的是累了 不忍打断她睡眠 没及时把她叫醒 可是她哪里想到 邓曹操自然醒来 我的个老天 不得了啊 一怒之下 把这姑娘活活乱棍打死 你说这还是人吗 无情无义到了什么地步啊 第二个故事 有一次曹操在外打仗 打着打着呢 粮食不够了 打仗就是这样的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粮食不够 军心不稳 以后这战士也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啊 怎么办呢 曹操就把主管这事的粮官叫来商议 粮官说 哎呀 丞相打人哪 真的是没办法呀 曹操怒了 威逼他 你给我想出个办法 梁官说 要不就这样吧 咱们干脆啊 先用小壶发粮食 每人一次呢 少发点 这样呢 咱能多撑几天 曹操一听 哎呀 高兴了 哈哈 小伙子 有前途 你好聪明 怎么办 结果军中将士发现 粮食给他少 不够吃啊 就说 丞相 你不厚道 你耍我们呢 我们在前线三军用命 我们是提着脑袋跟你干的 你已经结果粮食你都不发狗 曹操怎么办了 当即脸一骂 说这都是管粮食那人贪污的 坚守自盗 那我没让他这么管 二话不说 把这小粮官斩首示住 你说这曹操这人贪还要不要点脸呢 这叫言而无信 出而反而 推卸责任 死不认错啊 好了 你要说这样的故事 各位 那真是越说让人越生气啊 听到这 您或许也能理解 曹操在三国演义里一路黑化 不是没道理的 也不是作者故意的呀 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么残暴无情 臭不要脸 他就是有那么多的黑历史啊 尊刘易曹 他是有现实根据的 那么刘备本人呢 是不是真的值得被人尊称一声刘皇叔呢 在这里啊 咱们得一碗水端评 咱们先来看看真实的历史记载 三国志里边怎么写的 三国志里边关于刘备对他的评价 主要是说他知人待事 颇有高祖之风 英雄之气 意思是呢 他有点像汉高祖刘邦 举个例子啊 建安十三年 曹操率军南下欲娶荆州 这荆州之主刘表呢 在这个档口好巧不巧的 病逝了 只剩下他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刘从 刚继承父业还没不热乎呢 就想向曹操投降了 当时啊 刘备的兵马正驻扎在樊城这地方 听闻曹军将至拔腿就跑啊 率重撤离 路经襄阳之时 诸葛亮剑以刘备趁机攻打刘从 拿下荆州这块战略要地 按理说 这叫天赐良机 撤退路上 顺手拿一个战略根据地 你不好好把握都对不住老天对你的厚爱啊 是不是 可是刘备这么做了没有呢 没有 为啥啊 就因为顾忌着和刘表的那点同宗之情 顾忌着刘表在世之时 待他不薄的一点恩情啊 哪怕刘表生前曾经有意把荆州托付给他 哪怕这时候的刘皇叔已经是人到中年 却寸土未得 他都没有趁人之位 他不知道荆州有多重要吗 他不想拥有一块地盘建功立业吗 统统不是 他其实想啊 特别想比谁都想 非常非常的想 可是对他来说 童宗血脉救人恩情是原则 是底线 是节操 是不能践踏的 我哪能节操碎地呢 从这件事上 咱们可以看得出来 刘备那是一个原则大于一切的人 就是因为这样 他才能在乱世当中稀奋无数 他还让荆州百姓 看到了什么叫仁义 什么叫道德 他们拥戴刘备 信任刘备 哪怕背井离乡 哪怕脱家带口 都跟定刘备 于是啊 刘皇叔就带着他那点仅剩的兵力 带着这十余万百姓撤退将领 可是你别忘了 百姓行军的速度比不上军队啊 这仁义多他走的就慢啊 眼见着曹操要打过来了 你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你有闲心顾忌别人啊 你都让文字盯了 你有闲心给别人挠哑哑啊 有部下就劝刘备了 说大哥呀 保江陵才是紧要任务啊 你带着这么多累赘 你得走到猴年马月啊 你不撇下他们怎成大事啊 可是你猜刘备怎么说 他还是那句老话 不忍心啊 你说这么多老百姓 那是因为信任才抛家舍业 跟随我追随我 现在情况一危急 我就把人当包袱一扔 自己跑路 我良心上挂吧去呀 我晚上睡觉睡不踏实 我吃饭吃不安心啊 如果换作是草草 哪里会让平头百姓 拖累他那骁勇的百万大军呢 他要顾及那几个草民的生死 你想都不要想啊 这就是曹操和刘备之间的区别 在有些人看来 处在乱世困局 身为权力游戏的玩家之一 刘备死守着这些道学教条 先得说你一句 懦弱无能 又优柔寡断 还有人说了 他那不是真傻呀 就是伪善 做这一切啊 演戏呢 演给旁人看呢 这叫刘备摔孩子 腰买人心呢 可是各位啊 刘备这所作所为 哪一样不是善良之举 仁义之举啊 你要说他是伪善 他可装了一辈子啊 就算是装能装一辈子啊 那也比试杀成性的曹操强多了吧 就算他的君子风范 统统是作假 可那些受惠得利的百姓 难道都是假的吗 纵观整个三国时代 唯一打了胜仗 而不屠杀掠夺老百姓的 有且仅有刘备的军队 你说这怎么能让老百姓 不喜欢他呢 所以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罗冠中 要选择尊刘夷曹 那是因为曹操的所作所为 代表着一种当权者的傲慢和残暴 而刘备的行事风格 则体现了万千百姓 永远向往的人正理想啊 哪怕你曹操再怎么雄才大略 请问谁自愿做他刀下之鬼 去成就他的雄才大略呢 哪怕刘备再怎么懦弱无能 你会不会因为有个人 在最危难的时候 对你不离不弃而心怀感激呢 一句话 罗冠中选择尊刘 尊的并非是他那皇室正统 而是他身上那股悲天悯人的侧疑之心 是他对百姓的那份不忍和恩慈 说到这里啊 关于尊刘一曹 我估计不少朋友已经心服口服 外来佩服 不过呢 我还想补充第三点 三国演义之所以遵留一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个人原因 那就是咱们作者罗冠中的身世遭遇 据现代学者考证罗冠中 明本自观中 号湖海散人 主要生活在原末明初 说起原末明初啊 各位啊 就是一个字 惨啊 历史上 但凡是王朝更替 必然伴随着保证灾难 动乱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冠中 罗老先生 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乱时代啊 从小见证的是原朝廷的腐败残暴 加上天灾人祸 见证的是各地百姓揭竿而起 渐渐的各地烽火四起 群雄逐鹿军阀割据啊 身处乱世经历战火连天 给罗冠中创造小说带来了什么影响啊 那就是他太清楚了 乱世当中最不缺的 是枭雄好汉 是杀伐果断 是一将功成万古枯 最缺的是啥呀 是对老百姓 对无辜者的那份同情和仁爱呀 他太知道乱世里的人命 贱如草芥 太知道大家渴望的是什么 拥护的又是什么呀 也就是说 他在历史人物曹操身上 嗅到了乱世中那股熟悉的味道 而刘备身上呢 他看到了希望的雏形 咱们说三观演义是历史小说 而历史小说是一种十分宏大的叙事 时间跨度上百年出场人物无数 讲的是朝代兴亡 看的是金戈铁马 有限的篇幅 大多都分配给了那些影响世人的大世界 大人物 很少有闲工夫 关注小老百姓的柴米油盐 所以当一个历史小说家 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 俯视这乱世苍生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带入什么角色 这一点非常重要 是自我带入强权者 一番一银享受 还是和那些普通小民站在一起 同呼吸共命运 当作者可以选择cosplay 雄才大略 可以幻想指点江山 金戈铁马 他是否还愿意听一听那些死亡流落 和痛哭的声音呢 是否想到这些普通小人物 不是他千里征途中 活该被碾碎的杀力 而是一个个有思想 有灵魂的人呢 我们三国演义的作者 罗冠中老人家最终的选择 就是这样一种普通人的立场 尽管你曹操雄才大略 文韬武略 那又如何 与其为残暴者闻过是非 咱们的罗冠中老先生 更愿意和万千百姓站在一起 去粉 去夸一个懦弱爱哭的刘备呀 早在几千年前 孔老夫子编出中国第一部史书 《春秋之时》 这部历史学老祖宗 就给大家确立了一个基本的价值观 那就是 诚恶扬善闲闲见不孝 所以 一直以来 在成王败寇 信奉强权的史学逻辑以外 中国的史书书写者 还有另一个强大的传统 他们没有忘了心怀百姓的责任 没有忘了独立批判的文人风骨 在客观记录史时的同时 不忘鞭挞那些虚伪残暴的君主 司马迁选择尊项羽而贬刘邦 也是这个道理呀 当然 三国演义的高明之处 恰恰又在于他既旗帜鲜明地选择了尊刘异曹 可好人也不是一切都好 坏人也不是一切都坏呀 残暴如曹操 也有李贤下士 不伤民财的一面 忠厚如刘备 也有演戏伪装的时候 所谓爱而知其丑 赠而知其善 这就使得三国演义 能在尊刘异曹的基础上 又超越尊刘异曹 拥有一种更广阔的历史眼光 更深远的文学描写 也给我们解读人物 褒贬人性 留下了更多的讨论空间 好了各位 关于三国演义 为什么尊刘异曹 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 咱们暂且先说到这儿 当然 一家之言 不可言百家之声 这仅仅是我们的观点 有道理 您就琢磨琢磨 没道理呢 您可以给我们提个意见 讨论讨论 欢迎在留言讨论区留言 上一回啊 我给各位说到 三国演义里边尊刘异曹 到底为的是什么 其实这里头啊 门道特别多 既跟历来的正统之争 民心向背有关 也跟曹操和刘异 这哥俩的历史人物原型有关 还跟咱们作者 罗冠中先生的个人遭遇 脱不了关系 但是归根结底呢 尊刘异曹最重要的一点原因 还是因为刘备刘皇叔 他符合儒家人政思想 对统治者的要求 他满足了千百年来 老百姓对忠孝仁义的 渴望和想象 说到这儿啊 咱还得插开一句 问问各位 三国演义给您留下 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我估计很多人要说的是 权谋 算计 因为里边写了太多的这些事了 什么连环纪啊 美人纪啊 草船借舰 寄东风 借凋零 烧战船 反坚纪 空城纪等等等等 那太精彩了 每个战历可以说都是精彩的经典战历 以至于有一种观点 认为啊 三国呀 它就是一部全谋小说 说上了年纪的人 深谙世故的人 要是熟读三国 你要学会里边那些阴谋 诺计尔虞我诈呀 很多标签就开始自动往你身上贴了 很多人就以为你这人如果熟读三国 你就得变得呀心机深 又腹黑 老谋深算 老狐狸 不可教 要说话不能信等等等等 因此民间有种说法 叫老不读三国 但是各位要我说呢 这些精彩分成的计中计谍中谍 都是表面的热闹 咱们不能啊 简单粗暴的把三国演义归类为一部全谋小说 因为如果撇开这些表面 你看它的核心 它最核心的东西 恰恰是我刚才说的 刘备所代表的那种人正理想 一种于乱世中寻求政治清明的希望 一种在不择手段的世界里 仍然坚持忠孝仁义的精神 那什么是忠孝仁义呢 仁者是统治者宽厚待民 施以恩惠 孝者是维系父母子女关系的伦理纽带 但这两点在三国的男性英雄世界里边 所占的篇幅都不大 真正占据大量篇幅的 是另外俩字 忠义 忠义二字在三国演义里 是兄弟情义 是同僚情分 是君臣关系的核心 是最浓墨仲彩渲染的对象 也是今天咱们要讲的主题内容 我估摸着好些人就要说了 老刘你 你能不能整点新鲜的 对不对 互联网年代了 你给我们来点剑走偏锋的 换个角度解读的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你说你好不容易说回三国 实挺大劲 你还谈忠义 这玩意用你谈吗 这种陈词烂调 你还说他干嘛呀 别人都说烂了 再者说了 忠义是啥呀 不就是一套拿来合理化 君臣关系的封建糟粕吗 这玩意他有什么好讲的呀 各位啊 您如果要这么说 站在你的角度 你的立场上 似乎也没错 毕竟三国演义 涉及的历史跨度将近百年啊 里面不仅有好些个了不得的英雄 还有许多尖雄小人 以及无数的凡夫俗子 这忠义二字 大多数时候 特别是在尖宁小人那 没有那么多高贵精神 他不过就是小人物 见到大人物 弱者见到强者 怕通一贵 满嘴谄媚的遮羞布 说辞 借口 甚至是不法之徒 行凶作恶的理论根源而已 比如说那里边寄个故事 刘安杀妻 曹子来了 没啥东西给他吃 怎么办呢 没肉啊 把媳妇宰了吧 炖碗肉汤 来我招待招待你 从这个角度来看 忠义呢 的的确确是封建糟粕 不值一提 但是你别忘了 三国还描写了另外一群人 这些人深明大义 笃信原则 且愿意奋不顾身 捍卫兄弟 保卫乡亲 维护原则 能誓死如归 而这些 也恰恰是 忠义二字啊 其实如果 你要是在细品三国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 罗冠中所赞扬的忠义 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它是层层递进 且环环相扣 第一类 用我的话来说 叫单恋式忠义 这种忠义关系啊 就有点像恋爱关系那种 单恋 别人根本拿你不当回事 哎呀 你就对人家爱得死去活来 苦苦追求 不求回报 死心塌地 不离不弃 死而后已 有人说这三国立虎这样的吗 举个例子吧 举兽 举兽之于袁绍 就是单恋式忠义 举兽是谁啊 他是袁绍手下的一名谋士 而这位老兄在三国演义当中出场最多的戏份 就是决定北方大局的官渡之战 话说当时这袁绍了不得 率领七十万大军一路前来征讨曹操 曹操呢 手下区区七万人 到官渡这地方 双方就刚上了 各位啊 那是什么仗啊 七十万对七万 啥概念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那绝对是碾压之事 你还别说袁绍 搁谁 这仗都好打 打群家吗 我人多呀 我十个换你一个 咱俩还能打平手呢 你但凡怂一点 我就把你干爬去 一见功成万古乎吗 我就拿人命堆 我也把你堆死了 再者说了 袁绍地盘大 粮食多 军需充足 曹操呢 七万人不算 粮草还得东拼西凑 那真叫有上对没下对 穷得叮当滥响啊 咱们按照常理推算 肯定是兵多粮广的赢啊 兵少粮兮的书啊 这没啥悬念 对不对 可是袁绍这位兄弟呢 他真有一个本事 这本事啊 一般人都没有 叫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抓着俩王四个二 四个尖四个开 他居然能把这斗地鼠打输了 有句话呀 叫家贫思孝子 国乱显忠臣 这时候越是这样 越显然啊 这单链式的中义的这个举兽啊 他有多么的与众不同 在这关渡之战还没开始的时候 举兽这位老兄就领先众人 给袁绍分析了一回 他一眼就看出政界所在 他就说了 说你看咱们人虽然独 但是论平均战斗力 不如草草 如果真打起来 恐怕呀 咱们也会消耗不少兵力 这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这账不划算 但是曹操呢 虽然兵精 但是有一个天大的bug 粮草不足 打仗打的是啥 很大程度上打的是后勤呢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你人再能打 饿你三天 你连个小孩都打不过 说咱们跟曹操打 不用开兵见仗 高悬免战牌 就一个字拖 活生生把你后勤拖垮 我在这耗就能耗死你 咱们有的是凉啊 敞开了吃 每天吃饱饱的 就是操练 但是你要打 对不起 我不跟你打 这叫不战而胜 这买买多划算啊 这你回家不美子字的 班师回朝的时候 你不得乐开花 如果说哈 咱们假设历史不能假设 但是如果袁绍真听进去 乖乖听话了 关渡之战 打都不用打 曹操必输 说不定历史就此要改写 可是各位别忘了 这袁绍是个什么人呢 刚愎自用 一心坚持己见 不但不听劝 还给人举授 安了个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的罪名 把人举授啊 扔大牢里去了 关金闭了 这不典型的 不是好歹吗 后来剧情咱们都知道了 就像举授所说 草草粮草不足 急得团团转的 连夜修书 派人去许都催粮 好死不死 这封催粮书信 中途被袁绍的谋士 许优所结 许谋士 获信一读 大喜过望啊 拿着信 兴充充的 向袁绍 献上灭曹之计 你这么重大一个 敌方消息 再加上再三出现的建言 就一个人说你不听 俩人说你还不听吗 而且都是你手下的大毛事 你这袁绍总该回心转意 下个正确的判断了吧 没有 咱们这位袁大人 依然固执己见 非说这是曹操的诱敌之计 还把这提意见的许优啊 骂了个狗血淋头啊 文人他就是这样的 他的风骨 他的自尊 尤其是他的智商 是不容亵渎的 你说你反驳他 有理有据 你把文人驳倒了 他服你 但是你好无根据 不识好歹的 把人骂个狗血淋头 这就叫对文人智商的侮辱 这就叫对文人风骨的侮辱 你杀了他都行 你不能侮辱他 文人就是这样 尤其过去的文人就是这样 所以许优一气之下 背叛袁绍改头曹操 曹操一听许优来头 鞋都忘了穿了 从帐篷里直接穿出来 老许我可把你判来了 俩人合起伙来 把袁绍的粮仓烧了个金光 就在许优和曹操密谋大事的时候 咱们那位被关禁闭的举兽 再次挺身而出 这里写的呀 也有点玄乎 夜观天象掐指一算 他就算出了曹雪二人的结粮之计 苦求袁绍派兵支援乌朝 去支援粮仓去 免得被贼人所结 可惜呀 这良言还是劝不了 袁大将军这该死的鬼 谁让人家自命不凡呢 无论这举兽怎么说 袁绍就是一个态度 不听不听 我就是不听 不听不听 赖蛤蜊念经 就跟小孩似的 赌人似的 不听不听 不仅不听 而且生气 把看守举兽的牢头给斩了 如果让你看着他 你怎么还放他出来 嗡嗡嗡嗡跟参业似的 你这不忠于指手 给我砍了 直接把牢头给斩了 后来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了 手握七十万大军的袁绍 让曹操的七万人 愣是打了个抱头鼠窜的 所谓兵败如山倒啊 援军狼狈跑路 举兽呢 没人管了 被关着禁闭的 结果就成了曹军的俘虏了 原本呢 这曹操跟举兽也是老相识 这会儿呢 也有意拉拢举兽 为己所用吗 按理说 袁绍自己那叫作死啊 举兽举老先生 您老人家是该说也说了 该劝也劝了 哪怕在牢里被关禁闭 冒死直见 他还不听 那就是他的事了 现在你叫人至义尽 你就算归降曹操 你也不欠袁绍什么了 更何况 前面还有个许优呢 对吗 人家这个袁绍可没把许优怎么着 就是骂了一顿 许优一怒之下都投曹操了 那袁绍对你不更狠吗 非但不听你良言相劝 反而把你关了禁闭 下了大狱 下了大牢了 撤退的时候都把你扔那了 对你的生死管都不管 就这个主子你跟他干嘛呀 你跟曹操多好啊 光明大道一条啊 更何况老话都说了 你不仁就许我不义 良秦责目而其 贤臣责主而是 趁机你就跟了曹操啊 那是一条升官发财 建功立业的康庄大道 哥现在话说 你很有可能 走向人生巅峰啊 可是举兽没有啊 他是个死心眼啊 见了曹操第一句话 就大喊 受不详也 曹操一听 懵了 说老哥是 是你智商有问题啊 还是袁绍智商有问题啊 哎 但凡是个人 就知道该怎么选吧 你就说袁绍的智商 那脑袋跟门挤过似的 你劝他 他不听 还把你关牢里 对你又不好 你还念着他干啥呀 你要是早跟我 由你相助 何愁平定天下 大事不成啊 所以啊 这曹操对举兽那是十分特别 维锐的好 就盼着哪一天 想明白了 回心转意 弃暗投明 说到这儿啊 你是不是能想起 有些虐心的狗血电视剧来 尤其是那情感青春戏 就有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 就喜欢那流氓 那流氓嘛 对他还不好 有事没事还打他 还从他身上骗钱晃 然后呢 一有点外边的什么事呢 他先跑把这女的去扔这 另外呢 还有一个老实孩子 学习又好啊 前途又好 毕业之后又找一好工作 对他还好 还死心他的 这女的就看不上这男的 你说有没有点这意思 这叫啥 这不就是单恋式中意吗 这要搁一般人 曹操开出这个条件 对你这个谁扛得住 反正搁我 我是扛不住啊 一边是雄才大略 一边是智商堪忧 一边是囚禁监牢 一边是以礼后代 这还用选吗 可是人家举授先生 不是一般人哪 即使袁绍对他如此不仁不义 即使曹操对他好的 无以附加 他还是将那满腔的忠诚 都许给了袁绍 心中再容不下其他人了啊 后来啊 举授是想方设法 偷盗马匹 一心只想逃出曹营 回到袁绍身边 曹操得知之后 勃然大怒 就我对你这么好 你拿我的好心当了驴的那个肝 和驴肉火烧了 那我再要是放你回去 可是我的心头大坏了 不为我所用 那宁为玉碎 也别为瓦拳了 命人把举授杀掉 至死啊 举授神色不变 未曾改毁 举授对袁绍 在我看来 就是丹练式的忠语 是我选择了你 根定了你 便会把这辈子都献给你 至死都只有你一个主子 一个领导 这种忠义 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不知所指 至死不渝 无法用理性去理解 这种忠义又太孤单 太不值 太傻 太天真 已经近似于愚众啊 对于现代人来说啊 别说认同接受 这简直就是个笑话 但是 假如我们回到罗冠中的那个时代 回到三国的那个乱世 回到一个绝大多数的人 都没办法思考生存于利益之外 东西的那些乱世 回到今天头这个主子 明天效忠那个主子的投机分子 横行的黑暗时代 你就会发现 这种看起来 欲不可及的一心一意 那是多么的难得呀 这种愚众 不仅是对他宣誓效忠过的人 负责任的表现 也是对他曾经信仰过的 价值的一种坚持 更是他将初心贯彻到底的一个决心 所以 尽管我们今天 很难再对这种情感感同身受 却也能理解罗冠忠称赞他们的理由所在 如果说单恋式的忠义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显得实在太傻太天真 那么罗冠忠所赞扬的第二类忠义 回报式的忠义 就好理解的多呀 什么叫回报式忠义 说白了 你对我好 那我也得对你好 投桃报礼 以德报德 这叫道义 也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就拿咱们特别熟悉的例子 诸葛丞相来说吧 我记得好像谁写了那么一首诗啊 中间有那么两句 叫三顾贫贫天下纪 两朝开纪老臣心 我想啊 很多人内心都跟我一样 默默地想过一个不敢说出来的问题 那就是诸葛亮这么聪明一个人 为啥要选择刘备这个 在当时不具备任何优势的主子 还一生效忠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呢 假如他稍微聪明一点 跟了曹操 早就成就霸业一统天下了 再不计 刘备死后取刘缠而代之 以他的才能 怎么也比恶斗这种亡国祸要强得多呀 那说不定就能振兴蜀汉 乏味成功一统三国呀 即便你诸葛孔明真的就道德感强到没边了 不愿行此不义之事 那至少也要量力而行啊 你说你那么聪明一个人 你就看不出来大汉气数将近 看不出魏蜀两国实力悬殊 我咋就那么不信呢 可是明明知道蜀国必败无疑 为什么还要一次次的兴兵乏味 以卵击石 七出七山 以一己之力 跟天命为敌啊 这叫啥呀 这叫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 你说这诸葛丞相他图的是个啥 要图建功立业 你就得选曹操 要图振兴蜀汉 你就该取流禅而代之 可是偏偏这位足智多谋的 跟神仙一样的卧龙先生 他就是想不开啊 哪怕赌上毕生的精力和寿命 也硬要和曹魏硬刚 和命运正面硬刚 最后耗尽心血而亡 年仅五十四岁 便与世长辞 驾翻腰池啊 是啊 为啥呀 值得吗 这一切 还要从建安六年的 那个春天说起 那时候啊 刘备哪就是个 一无所有的穷光弹 人到中年还一事无成啊 诸葛亮呢 刚满二十 风华少年 那已是刘备第三次来见诸葛亮了 因久闻卧龙先生大名 咱们这位刘皇叔 那是诚意满满的 要求一见 可是事不凑巧啊 第一回 刚好赶上诸葛先生云游去了 没见着 第二回 那大雪下了 用张飞兄弟的话说 就算行军打仗 赶上这一天 也得吸兵 可是刘备偏偏偏就顶着这大雪前来 还真就撞上诸葛先生 外出访友 又没见着 直到第三次 好容易赶上孔明先生在家 可是人家睡午觉呢 不好贸然打搅 于是刘备就等在门外 安然的等诸葛亮这午觉睡到自然醒 这才请童子通报相见 可以说 这一举一动 就做足了礼数 给足了面子 各位啊 这三顾茅庐的劲儿假如搁你身上 你不敢动啊 人家是谁啊 大汉左将军天子的皇叔 宜成廷侯 玉州墓 您卧龙先生 是老计啊 您再是卧龙 头上无半点功名 你就是一乡下种地的 得 你白谱 人家配合你白谱 你不在 人家一次次等你回来 你大白天睡觉 人还不敢打扰 你说你其实不想干 人家只好哭着求你 别的不说 就这份信任 这份尊重 这份礼贤下事 我敢肯定 古往今来 没有几个统治者 能拉起脸皮 做得到的 所以 孔明才说 武兽硫黄书 三顾之恩 不容不出 这就得说到 我刚才所说的 文人的风骨 你给足了我面子 我就一生来回报你 知欲之恩 你若侮辱我智商 对不起大哥 我不伺候 一跺脚 投曹操去了 不过那个时候的诸葛亮 还没有想将这一辈子都卖给刘备 临走之前 叮嘱弟弟好好动力 物是甜母荒芜 带他还了这三顾恩情 便回来归隐 可是谁想得到 这一去再无归日啊 为啥呀 刘备对得太好了 书上说 刘备带孔明 十则同桌 寝则同踏 终日共论天下事 如学生之代老师 只要诸葛亮的谋划 无不言听计从 即使再难 即使再险 即使结义兄弟都双双反对 绝不动摇 试问这份恩 这份情 这孔明如何不感动啊 所以最后 他选择用这一生的忠诚 来回报啊 所以在我看来 诸葛孔明和刘备的关系 就是回报式的忠义 因为你对我好 所以我也对你好 同甘共苦 祸福与共 哪怕逆天改命 哪怕与天下为敌 也绝不后悔 我报的是你的知遇之恩 这种回报式忠义 最精彩的体现 就是三国的开篇 从一开始 罗冠中就给我们看到了 桃园三结义 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啊 刘关张三人誓言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他们不仅宣誓忠于彼此 甚至把这种肝胆相照的忠义 提高到了兄弟的高度 从此 刘关张三人至死都不曾背叛过对方 你说像他们这样互相成长 互相扶持的兄弟 又怎么可能为了一点迎头小力 抛弃对方呢 那么回过头来 再看这种回报式的忠义 咱们也得想想 为什么书中要大书特书 其实说到底 这是一种理想君臣关系的投手 伟大的孔老夫子曾经就说过呀 君要使臣以礼 臣要示君以忠啊 咱们的孟老夫子也说过呀 君之士臣如手足 则臣示君如父亲 君士臣如拳马 则臣示君如国人 君之士臣如土戒 则臣示君如叩仇啊 今天的电视剧里 大臣见了皇上 动不动就下跪 动不动自称奴才 让人以为古代君臣关系 好像就这样 其实这都是 拜明清两代皇权 过度集中所赐的 在儒家的人政思想里 真正理想的君臣关系 那绝不是这样的 他应该是三国里君臣的 相知相善 平等互达 偏偏罗冠中所处的 原末明初呢 是个君臣关系 相当不友好的时代 现在大家知道了吧 为什么罗冠中 在三国演义里 如此推崇这种 回报式的忠义 一 他对现实君臣关系的不满 二 是对理想君臣关系的 呼唤 我们说有时候 忠义是一种回报 有时候忠义是一种单恋 但是不管回报 还是单恋 这忠义的对象呢 都是跟自己有直接关系的 或是势力从属 或是手下任职 总而言之 在其位才谋其事 没有无缘无故的忠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义啊 但是三国里边 还有一种忠义 它是超越这些而存在的 我不需要你对我好 不需要你对我有恩情 也不需要你是我的直系主人 我就愿意牺牲自我的利益 甚至献出我的生命 去维护你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种忠义 没有一荣俱荣 一损皆损的利害牵扯 而近乎一种纯粹的信仰 有人可能又要发笑了 别逗了 有这好事吗 哪人这么疯啊 有啊 前面啊 咱们说的都是大人物的故事 接下来啊 咱们把时间留给一个书中 没啥知名度的小人物 叫吉平 吉平是谁呢 他不是出谋划策的谋士 也不是骁勇善战的武将 他只是个内院里的小医生 平时负责的是望闻问切 开开药方啊 枕枕脉啊 这看起来跟这龙腾虎跃的三国 根本不沾边 国家大事 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可就因为一次机缘巧合的枕脉 他发现国舅董成 奉献第一代赵 密谋要杀草草 因苦无良计 机遇成疾 整天郁闷啊 他容易郁闷出病来 现在抑郁症还有一种病呢 按常理说呢 董成是国舅啊 是皇上他们家亲戚啊 是世代石军禄的汉臣 恨曹操 必然的 可是吉平什么人呢 是个太医啊 您跟曹操什么仇什么怨呢 好好看你病得了呀 朝权之政跟你有啥关系啊 谁做皇上 他都需要大夫啊 人吃无骨杂粮 没有不得病的 所以爱谁做皇上 谁做皇上 您都有碗饭吃 那你何必汤这个浑水 饮这个杀身之祸呢 你汤要喝多了 脑子进水了吗 可是啊 咱们这位吉太医 虽然身份卑微 却心系天下 见国舅董城 有心杀贼 苦无办法 每天愁的是长须短碳 自告奋勇 说我来 我趁着给曹操诊病的机会 诛杀国贼 就说到这儿未表决心 生生把自己一根手指头 给咬下来为事 可惜啊 事有不密 这中间被叛徒告密 吉平毒杀 曹操不成 反被拿了个人赃病祸 这曹操自然不能善罢甘休啊 你个小太医 你临时起义 你杀我干嘛 肯定背后有人 绑了吉平 一通毒打 严刑拷问 这幕后主使是谁 可是让曹操万万没想到的是 一个小小的太医 一直打了四个小时 只打得皮开肉战 血流满街 吉平愣是没招 他生生就没说出董城的名字 后来啊 这曹操干脆把吉平压到董城府上 当着这位国舅的面独打 一边打一边就问 这主使者是谁 你给我说 至始至终 吉平太医 只一口咬定 是天使我来杀逆贼 死活就不着啊 曹操大怒 再叫打 手底下行刑官都下不去手 那啥 吉平遍体鳞伤 已经找不到一块好地儿了 我下鞭子 我下板子 我下刀子 没地儿下了 叫没有可施行之处啊 曹操让人取刀来 把吉平剩下的那九根手指头就一一斩去了 吉太医 依旧毫无惧色 说曹贼 你砍了我手指又如何 我有口可以吞贼 有舌可以骂贼 曹操气得 那就咬牙切实 好 我让你嘴硬 好 你不有嘴吗 得了 我也不用你招了 来人 把他舌头给我搁下来 说完这话 两旁人正要动手呢 一直硬气不行的吉平 这下突然变态度 说得了 我呀 挺行不过 我愿意招供 但是呢 你得把我身上这绳索给我取掉 我才肯招 曹操这会儿啊 就想了 你还能怎么着 使手指头都没了 让人都打成这样了 你还能翻出天吗 命人解开吉平的束缚 等他招供 可是啊 咱们这吉太医 只抬起他那鲜血淋漓的双手 望着宫阙方向 败了一败 说了一句话 臣不能为国家除贼 乃天术也 败壁 撞戒而亡 至死不曾求饶 不曾出卖队友 什么叫烈士 什么叫英雄 咱们吉太医虽然只是个大夫啊 在当时看来 在曹操面前绝对是身份卑微啊 可是要配烈士英雄这俩词 一点都没有违和感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实力吗 他不知道刺杀曹贼有多大的危险吗 他不知道其实根本没人指望一个太医去扭转乾坤救国救民吗 甚至可能他所誓死效忠那位大汉天子 都不知道这吉太医是谁啊 那你说他图的是啥呢 换句话说 是什么叫一个文文弱弱开枕问药的医生 有了这等勇气和信念呢 就是呢 悬之又悬 却有实实在在存在的忠义之心 今天咱们都知道唐碧党军 也有叫唐碧党车的啊 叫很傻很天真 皮肤汉术 那叫自不量力 可是咱们也得知道 唯有唐碧党军 才真正让人泪流满面 就像曹家逼迫汉县帝善位之时 满朝公卿无一人敢反抗 大汉天子也只敢懦弱哭泣 唯有那位叫祖碧的福宝郎小官 硬是不肯交出玉玺 用死捍卫大汉王朝最后的一点尊严 哪怕这在历史大事面前不值一提 哪怕这微弱之力 终将被权力的车轮碾得粉碎 可他还是做了 就如那一场飞蛾扑火 问心无愧 无怨无悔 吉平也好 祖碧也好 他们致死不渝效忠的是谁呢 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又是什么呢 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主子 更不是某一位对他有恩的领导 反而仅仅只是一套抽象的价值理念 他们捍卫的是一个行将就末的大汉王朝 是天下 国家 正统 礼义廉耻 仁义理智信 是人世间的对于错 黑于白 善于我 而这 就是信仰 是信念 正是这种信仰与理念 驱动着无数的人 为了维护一个良善的社会 追求一个美好的世界 而激发出近乎无限的忠义之心 事实上啊 不只是吉平 祖毙这样的小人物受到理想的感召 三国最大主角 刘备也同样如此啊 甚至咱们可以说 罗冠中写下的这部三国演义 不就是出于他对人正理想的忠义之心吗 我们总说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问世间忠义又为何物 只叫人奋不顾身 取义成人啊 各位 三国演义的连篇累读 都在写全谋诡计 可他的主题思想 绝不是欧哥阴谋与黑暗 翻开一部三国 你会被他精彩的战争描写所吸引 可和尚这部三国 你会为他讲述的那些忠义悲歌而震撼 我们固然可以从三观演义里 解读出无数的阴谋论斗争论 可如果只看到这些 而忽略掉他的核心与灵魂 那必然是没有真正读懂这本书 就像只有武武 没有侠 不会成就金庸古龙 只有权谋斗争 没有理想 忠义 三国 也不会成为四大名著 永垂不朽 书说至此 一部三国演义 跟大家就先说到这 各位有什么见解 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下方的留言讨论区 咱们一块儿聊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